今天中華藍交手美國這場比賽中華藍隊是一勝一敗 比賽正式的開始 球交給高博凱 這個會 可能會更加辛苦一點 外線美國隊的三分球突出手段了 高博凱翔進攻籃板交給陳英俊 三分球都是破碗 這個特色就是他們的外線能力相當穩定 賀爾丹跳得很高搶下進攻籃板 關卡尾 中間的拋頭打板又是 透過高博凱的擋人劉珍拉回來 踩到線上的外線跳投 這是一個Long 2 2分 要注意美國隊的3號Ellian 還有5號的Malik 是球隊得分阻力 加速過來了 哇 衝上去之後 Dishan Malik 關於這些孩子他們都不是這個家境太好 而且他們的這個生長環境呢 很多無私的教練 幫了他們非常多的忙 可以讓美國隊得到比較多的分數 是 不過沒問題了 我們在場下還有一個四星高中生 但是 中間Sobers 黃一下之後被蓋 也受到對方的干擾 他45度角 送Low Post 現在美國隊9投6中 高博凱轉身 躍到犯規 這一次的機會掌握得非常好 我們很喜歡的一個攻防轉換 所以 之前也講了其實中華隊的 美國隊的經過球分出來在外圍 前進來之後擋下來 高先生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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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宇展現他的封蓋能力 相當的棒 比較可惜啊 因為其實對於 還有耶 美國隊他們在一開賽 整個 運動率真的是相當高 阿建豪待在前面 再找陳英俊撇中間高不敢 藍地一下出手 分 這邊撥到 主要是因為他的身體 真的是夠強壯 所以說當這個 這些美國的球員 甚至說來了 這邊高博可以拿大志豪 競算加本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藍賣蠢漏掉 球被戳掉 赫博救了回來 特博壓尖 切到心臟地帶單打 漂亮啦 確實 當然 也不是說這批 這個美國隊他們 不好 當然他們表現出來整個 李秉勝 右邊 搶势的切進來 拉桿 再要 力量 這樣 一個變速 起跳 好 湯瑪斯 在藍地下空了 美國比賽進入到第二節 好 棒 棒 李秉勝馬利克 手勃 男生手手進來之後 這一波就是很明顯 在 郡俊 交給賀博 賀博 中距離集挺出手 邱俊 兩邊的底線 還有中間 打球線附近 我們看這一球 的確在 底線看起來 沒有太多的一個出手機會 是 講到切入內線的 高晶瑋搶下進攻籃板 再給英俊 籃了 這個機會把握住了 高晶瑋 然後加上陳冠權 還有曾祥均 有的發生失誤了 前面英俊 輕鬆的快攻放進 不輸喔 中間 祥均 在方向 陳冠權 擔心一點 看看 這邊45度角 這個球掉了 賀丹 站在前面 賀丹 後仰跳投擦板 就彈了進去 哇 先看一下前面賀丹的轉換 頂開之後 來了一個單腳的後仰 Fade away 3-7-3-1 結果是Smith 進攻犯規 來 這 應該是被操得毛了 3-7-3-2 老闆球高博凱保護下來 更加加強的就是現在這個外線的能力 再一個機會底線 有啦 大根比較穩定 是 但是美國隊很 來 球交給高博凱 發現這裡 被鋪到了 犯規 破網接著 陳怡君這一球 也是 第一個三分球 大號三分球 沒投進 然後就這個 教練說算我了算我 我現在要注意啊 失誤也出現了 美國隊這裡 籃下的反攻插板 就像你經常不想回答我的問題一樣 沒錯 我就看 中華隊整個 攻勢喔 打得更流暢一點 好球啊這球 流程超球 前面快攻機會 給拖車進來 阻擋範圍 今天的中華隊做得很好的一點 就是在 直接斷球線 然後做出 抄截喔 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而且是 Thomas 後來要強大 被賀丹手下來 這個也曾經說過之前 我也經常跟 我的 陳怡君 在找尋機會 這個傳球給到了 Rober竟然上來 4-5-4-3 卡利亞現在被挑戰被蓋下來 4-5-4-3 卡利亞現在被挑戰被蓋下來 高博凱的火鍋 高調去找高博凱 來了 拿下的出手得分 一手一攻 時間 陳俊 劉真 外線起了 出手去 劉真拿下了8分 這球中華隊敲到之後 前面 有一個 給高博凱 雙手押近 對 今天中華隊做最漂亮的就是很多的抄截 是 對 這真的都跟陳怡君有關係啊 我們看其實幾次 前面是比較沒有上場的機會 因為其實這兩名球員其實也都是在 小老弟可以有上場的機會 出手 攻擊機會非常多 他們的整個來的速度非常快 翔下長籃板 這邊 舊回來還在美國對手上 外線拔起來了 5-3-5-2 高調中間高博凱 1-1 競算加碼 不過真的也是 今天不管是在林秉勝 或者是陳怡君 球真的都傳得很好啊 美國隊前幕後進來地下這裡 是Goal Tending 切傳 來 林秉勝 這球危險發生了失誤 前面美國隊有快攻機會 像這樣子的一個 長忍喔 真的比較辛苦 三分球起 賀丹這裡沒投進來 一下流中 拿到 第四節 重新回到場上 最後 林秉勝 挑籃得分 出現了壓線失誤 過得很快 後手切 林秉勝來 地下板 回來了 拿了這一球 又是曾祥軍 機會喔 林秉勝 後仰跳投把握住了 再回給Kuzman Smith 轉移到另外一邊 這個信心喔還是相當不錯 被偷襲 球被操走了 最後沒有辦法掌握好 中間切起來 拉桿出手 籃馬球真想 掌握 Jumel Smith 高調 Guzman 空中配合 阿馬球就回來 陳英俊外線拔起來 高不開槍 進攻籃板 反攻 好球 林秉勝帶過來自個頭了 籃馬球 在地板上 這邊帶出轉身 要單打被擋下來 真的是好 他真的不隨便亂跳 過掉了 好球 英俊 已經流血了這隻手 他要證明他的手沒有問題 陳英俊 過掉之後代步 犯規了 來準備 球被劉真抄走 消化時間快到 後果後側的腹跳走 Buckett 現在手一波 哇 賀博 往中間帶 塞到底線 林秉勝 跳投 出手進 Buckett 這球給到了 藍 金石 中華隊領先 賀博 突然之間加速 昨天大轉身 左手跳 哎呦 生了失誤 陳英俊往前給 去找劉真 劉真上了 我們看其實 先看這一球賀博這個 整個身體的延展 用 這球 看到45度角 Talmers前進來了挑籃 造成是大逼哥 這樣的話高柏凱 大逼哥要午飯畢業了 這真的是 沒話講啊 真的是已經直接打到對方的手上了 好 陳英俊加上劉真 切進來了 像一把刀一樣 Kuzman 空中的轉移 底線 美國隊三分球 比賽時間一分鐘 過掉之後 7974 美國隊進攻Kuzman 底線殺進來 陳英俊自己抄刀 胡頂切進來 哎 美國隊這裡進攻轉身 再出來這個球 掉了 哇這一球真的 賀博的整個輪轉防守 來的速度非常的快 發給賀丹 被犯規 是想不到吧還是猜不到吧 都都一樣 完全是對人 所以裁判在檢測完之後 認為這是一個 對球員的 對身體的一個犯規動作 對人的犯規動作 對人的犯規動作 而且這個挑戰還升級了 還成功了咧 對 他們的得分喔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陳英俊 今天真的把整個場子 控得太好了